一年一度的中华职棒明星赛 今年七月即将首度前进东台湾 在花莲热闹登场 历经过去各式各样的分队方式 这一次面对年底要在日本举行的 亚洲职棒冠军争霸战 让联盟顺势以参赛资格作为分队标准 由1993年以后出生 或者是进入中职不到三年的年轻球员 组成明星红队 资深学长则另组明星白队进行对抗 其中Lamigo桃源的重炮手陈俊秀 虽然今年28岁 但加入中职不满三年 所以开开心心加入小鲜肉阵营 相较之下周董周思琦 就只能摸摸鼻子加入学长队了 他就是以选秀的那个三年内 然后跟24岁以下 其实我觉得没有差 而且 你要自愿打另外一阵吗 不要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队还不错 有两个四层打几率的选手 有点惊讶看到这个组合 也是第一次嘛 对啊 看到当然惊讶之外 就是要想一下怎么样好好保养 由于这一次明星赛是首度仪式花莲 来自东台湾的球员们回到主场 也大力向球迷们推荐当地好吃好玩的去处 但棒球情人高国辉最期待的 和大家想的有点不一样 希望不要下雨 对 这是我最大的期待 对因为之前前几年去比赛都常常遇到下雨天赛嘛 所以还是希望就是明星赛那几天的时候 能够都是都是好天气这样的 对让球迷能够更舒服的看棒球比赛 想要看到今年学长打学地的明星赛系码 球迷虽然还得再等三个月 但票选活动从四月二十五号开始就全面起跑了 到时候别忘了透过各种管道 帮支持的球星加油投票哦 我来请收看采访报道